近年来癌症治疗迈向精准医疗的目标 过去肺癌患者只能透过化疗 放疗及标保药物来治疗病情 即便选择多样化 但医生认为患者五年内的存活率 仍旧有改善空间 只有早期的病人开刀完之后 才有办法治愈 但是整个早期就是开弯刀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会产生复发 所以现在整个在术前的辅助治疗 跟术后的辅助治疗的这种角色 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来加强他手术完之后 能够治愈的这一个的几率 临床中肺癌诊断分为早期治疗及晚期治疗 早期已根治为目的 透过手术服与化疗放疗等方式来治疗 晚期则透过标保药物来为病患进行治疗 现今免疫合并治疗 能够帮助降低病患复发增加存活率 那我们一直在寻找有更有更强力的武器 可以去把这些找到这下一阵 然后把它杀掉 那免疫治疗的加入就是 在这个部分弥补了我们这一段的就是不足 那它不止 第一个是让如果在手术前给的话 它不只让手术本身的困难度下降 切干净的机会变高 那而且也会让手术后的复发机会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去我们治疗的瓶颈上 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医师表示过去的治疗方式 只有5%的疾病控制率 免疫治疗加入弥补过去 难以完全消灭癌症细胞的不足 早期术前介入不但能降低手术的困难度 也能够有效降低术后复发的机率 记者陈敏伦 采访报导 维瑞光 镜与连 comp'll 您的转损